Niko Harrison 来到了达拉斯后 动了不少大工程 先是把 KP 的大合约 裁成了两笔合约 并且找来了可以再侧翼持球攻击的 Spencer 丁维迪 让达拉斯在上个赛季出乎意料底 达到了习惯的地板 接着在自由市场开市后 也毫不由一笔开启交易 用四个轮体外的球员换来的 Christian Wood 并在自由市场上把 My Boy 给牵了回来 完全就是补足了季后赛那些被打爆的痛点 或许你会说没有留下 Bronson 很伤 自家养成的球星 白白让他溜去了大苹果 又或者说用第二轮 37 顺位牵下来 那个曾经的五星高中生 Jaden Hardy 真的对球队会有帮助吗 今天JB跟你一起看篮球 就用我的观点来跟大家聊聊 Bronzen的离去是否是达拉斯的损失 而牵下Jaden Hardy 是否能垫高达拉斯的天赋呢 那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首先就来讲讲Jaden Bronson吧 他是我少数不用复习 就可以一字不漏拼出他全命的球员 看完卢卡目前NBA生涯的每一场比赛 换句话说我也看完了Bronzen 目前NBA生涯的每一场比赛 看着他一路成长 我真的相当喜爱这个老练外表的年轻人 他打球的方式相当沉稳 就跟他的外表一样 而且充满不服气的气息 用实力去证明自己 这几年来不断进步 把自己的武器磨得发亮 趁着把握了卢卡去赛的时候 拎起了先发控球的位置 打出相当漂亮的数据 Jaden Bronson绝对不是功能型的球员 但很可惜的 只要达拉斯的当家球星还是卢卡 那Bronzen也不会是达拉斯二当家的答案 在去年季后赛第一轮开打前 我就预测了卢卡的缺席 与爵士的阵容缺陷 绝对会让Bronzen迎来爆发 因为没有侧翼 还有矮小的后卫 与缓慢的中锋 完全就是要来给Bronzen送头的阵容 果不其然 打出了相当漂亮的内容 但卢卡回来后 数据明显校正回归 当遇到了第二第三轮 拥有更好侧翼阵容的对手 Bronzen的数据就没有那么漂亮了 卢卡是持球的天才 可惜当他持球时 Bronzen的工作并不是第二持球点 或者二次进攻的起点 而是等球射手 反观Bronzen持球时 卢卡也不会是一个好的无球攻击者 那把Bronzen丢到替补 却又明显浪费他的天赋了 那回过头来说 4年1.04亿美金的价位 达拉斯应该是可以留下这个正资产 好后续之后的交易 及天赋堆积 但问题来了 一年2500万美金的矮后卫 这达拉斯是不可能打出所谓的正资产价值 在数据上 角如卡正常出赛 他就不可能达到2500万美元 该有的正资产数据 更不用说后续交易的可能性 对我来说 一年超过2000万的达拉斯Bronzen 真的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但是一年2500万美元的尼克Bronzen 就不一样了 他有舞台 他有球权 绝对可以打出符合他身价 甚至超过他身价的数据 未来就是大苹果的主战控球 我看好他 可以把数据提升更多层楼 尼克用这个价码拿下他 绝对是相当成功的操作 所以两支球队的阵容 与舞台不同 价码当然是以不一样的基准点来考量 所以你说 达拉斯以Niko为首的制服组失败了吗 以比赛画面 球员配置 价码问题 不管Cuban是不是吃了闭门羹 还是最后决定放弃 我觉得没有应用一年2500万的价码硬吃是正确的决策 因为在达拉斯 他就是不值得一年2500万的价码 但制服组真的就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做好的部分绝对有 好聚好善的关系 真的没有处理好 这四年来 达拉斯给了布朗森舞台 布朗森也用了球技与实力来回报达拉斯的恩情 但最后一次的交流却看似不欢而散 不管过程如何 最后必须和平且开心的结束 是每一位主管的课题 这一点 达拉斯管理阶层真的必须要好好反省 那用第二轮拿下的杰登哈迪 真的能跌高达拉斯的天赋 弥补布朗森离去的缺口吗 首先让我来看看 为何他会被评为五星高中生 来自Cornado High School的杰登哈迪 在高三那年 场均能拿下30.4分 9.1篮板8.4助攻 甚至留下单场62分的得分记录 这些记录与数据 都是他成为五星高中生的原因 从高中时期的比赛画面 就可以看到 塔迪的身高约只有6尺4寸 但却拥有过人的爆发力 全场的攻击 与体能爆发力的展现都相当优异 转换攻击的跑篮大多与灌篮收尾 不错的滞空能力 让他的灌篮姿态非常协调且优美 在三分线外围的Catch & Shoo表现 也相当稳定 接到球后 不用太多的准备 与描览时间 采用弯摸循的出手机制 优异的身体协调性 外带相当柔软的手腕 与不错的出手幅度 但他的三分外围出手感觉 是相当舒适的 展现了能够成为优质射手的本钱 而且除了Catch & Shoo外 他还可以在运球的情况下 直接搜球拔三分 甚至用纯手的运球与脚步变化 创造出出手空间 在外围高难度的完成三分出手 在高中赛场上 这种能力真的是相当难得且少见 也让他的身价持续上涨 过人的体能 优异的出手感觉 有时还可以找到队友 漂亮送球刷助攻 这些上天给予他的天赋 让他在高中赛场上 影压其他同辈的学生球员 不管是数据的数字 还是比赛画面的显示 这个六尺四身高的二号位 绝对就是五星等级的高中生 但在高中毕业后 他回绝了各大学名校的邀约 投入了出产Jalen Green 与Kominga的职业队 也就是Gili的引爆者队 但你问我 传统大学跟NBA的职前训练班Gili 哪一个会是比较好的NBA跳板呢? 我不确定未来引爆者队的培育计划如何 但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选秀数据 还是球员的成长幅度 都还是要先投入传统的校园比较好 我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Gili的胜场术与冠军 一点都不重要 没人在乎发展联盟的球队 谁得冠军 他们在乎的是 能否把球员养进NBA 因此他们会加强球员的体能训练 并追求实质的数据 但并没有教会他们 正确的团队篮球观念与防守 举上个赛季的例子就好 不管是Jalen Green 还是Kominga 个人的进攻破坏能力都很强 但都没办法完全融入团队 团队攻防两端的基本功训练 都需要更多的培育 然而在正统大学就不一样了 每一个人都想拿下NCAA的冠军 所以大学的教练团 会灌输他们正确的团队篮球观念 养成优异的篮球基本功 或许体能不可能有太劲爆的演出 但这样的培育 才是一个篮球员更好的养成路径 而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说 那路卡不也来自职业球队吗 怎么不说他的观念培育有问题呢 理由很简单 皇家马得理的目标就是西甲冠军 而不是把路卡送进NBA 所以他们也是用正确的方式来养成球员 那在G联盟出赛的哈迪 脚出了什么数据呢 因为疫情关系 仅仅打了13场比赛 用仅仅39%的命中率 拿下场军21分配上7成的罚球命中率 外带4篮板3.9助攻与3.2次的失误 这样的数据让他从五金高中升 摔到了第二轮的37顺位 在职业联赛 并没有让他学会阅读比赛 去做出应对 在高中时期逆天的体能 来到了对抗性更加的职业赛场上 确实是高于水平 但也不足以独宰比赛 不到4成的投篮稳定度 并不能跟过去相比 而从夏季联赛的比赛内容 更能看得出来 为何他会掉到第二轮 以二号位来说 三分投射的稳定度并不及格 用高中层级的脚步与体能 在NBA赛场上 并无法轻松换取空间 过多不必要的动作 不够扎实的基本功 基本上他的外围攻击 都是被守死的 再来就是防守 完全不知道在守什么 如果他有去练大学 防守绝对不可能烂成这样 那为何达拉斯还要选进他呢? 因为达拉斯不是要他来当 Kitching shoe的三分射手 达拉斯正宗 已有够优秀的3D球员 来完成比较射手的工作 那也不是要他持球 来创造自己与队友的进攻机会 因为达拉斯拥有了 路卡这个天赋异禀的舰队基石 那选进哈迪 到底是为了要 奠高达拉斯哪一部分天赋呢? 就是撕裂防线 是遭碰撞 与对抗后攻击篮筐的天赋 达拉斯能突破 撕裂防线的球员相当少 走了布朗森后 仅剩路卡与丁维迪 而丁哈德威Jr 更偏向是外围砍分手的角色 所以达拉斯看到的 就是哈迪在高中时期 就展现的破坏力 最让人流口水的天赋 就是他撕裂防线的对抗性 他可以在切入后 制造碰撞 然后用身体 顶开防防的中锋 再靠身体的平衡 去把球放进篮筐 看看这个肩宽 就是上天赋予他最棒的天赋 让他可以在进去内 顶开对手创造空间 换取分数 甚至是得到上拔球线的机会 这些东西就是达拉斯所缺乏的天赋 达拉斯的后卫与侧翼 并没有这样的突破与对抗能力 这也是相当难以培养的天赋 但有机会在哈迪身上找到 而在下季联赛中 他有展现这部分的天赋吗 答案是有的 看看这球切入后 没有闪躲 也没有用抛头 而是直接往对手身上靠 然后创造出可以攻击篮筐的空间 并用身体的平衡 把球给摆进篮筐 这球也是一样 先突破第一线后 没有闪躲对手 而是用身体宽度与滞空能力 把球给弄进篮筐 只要他有办法突破第一线 后面就是他天赋的展现 他可以制造碰撞 造成对方中锋的麻烦 用身体数值 把球搞进篮筐 或者站上拔球线 这些就是达拉斯 把他选进来的原因 我想达拉斯一定会以培育他为板凳攻击手为主要目标 上来就是往篮筐攻击 如果能捡到一些中距离或三分出手 那就是以小博大中了大奖 但如果他没有把基本的防守观念建立起来 KID应该是不会给他太多的出场时间 达拉斯并没有太多时间等他成长 因为达拉斯目前的时间轴 是没有时间与空间可以去等待新人长大的 Jaden Hardy曾在夏季连赛中的访问表示 我不想证明人们错了 但我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期待他可以证明自己站稳NBA的舞台 然后发光发热展现自己的天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 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